诗篇第146篇 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他守城时直到永远 他为受蛆的深渊 是食物与饥饿的 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妇 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 西安娜 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一百四十七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感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心术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赤食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西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静泪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炉灰 他自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旧都消化 他使风刮起 随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力 典章 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48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 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新树 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 便都造成 他将这些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命 不能废去 所有在地上的 大鱼和一切生羊 火与冰雹 雪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的树木 和一切香薄树 野兽和一切生畜 昆虫和飞鸟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 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少年人和处女 老年人和孩童 都当赞美耶和华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 被遵从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因此他一切圣名 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 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49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 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几鼓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圣民应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里有两刃的刀 为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疗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民都有着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50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 鼓舍弹琴赞美他 鸡鼓跳舞赞美他 用施弦的乐器和销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波赞美他 用高声的波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真言第三十一章 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我的儿啊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利木伊勒呀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说 农酒在那里 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 律例颠倒一切 困苦人的是非 可以把农酒给江王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他喝了 就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区 才得的富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 有意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 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 分派婢女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 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榜臂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终叶不灭 她手拿碾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不穷乏人 她不因下雪 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 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细麻布衣上出卖 又将腰带卖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 才得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 荣耀她